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一定要出这口气 什么样的女孩 什么样的 反正是不讲理的 妈妈 再见 好了 傻丫头 听话路上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 妈妈 好 妈妈 快点吧 不是说要迟到了吗 妈妈 要是我这次成功了 以后我们就不会再过穷日子了 妈妈一个人养活我 受了那么多的苦 以后就让我报答您吧 您可要相信我 当然了 我会相信你 我是你妈妈 好 我走了 我不在家 吃饭可不要对付 拜拜 小心一点 你好 好 来 慢一点 再见 出来了 总裁 您好 总裁 您好 总裁 春光满面的一定有什么喜事吧 哪里啊 我想我们之间是 志在必得吧 真的吗 都是老朋友了 一会儿不就见分晓了吗 好啊 那我们一会儿就好好比赛吧 姜姐 嘉兴怎么没来啊 她应该很快就到了 来了 好啊 爸 我准时来了 怎么还没开始呢 洪总裁也在啊 你好 作为了 哎呀 原来如此啊 没想到 贵公子也是我们福林公司的崇拜者 我真的感谢你的支持啊 洪总 您不用客气 你们公司今年推出的下装很有个性 我很喜欢 我买了好几套 看来你们公司的设计师很有潜力啊 嘿嘿 小伙子啊 小伙子啊 你真是有眼光啊 程总裁 你有这样的儿子可真是你的福气啊 我的儿子可赶不上你的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2013年10月,在亚洲独家代理商招标大力。 首先是由Smith先生讲话, 然后由弗林公司和思运公司双方各自介绍。 好, 辛苦了, 回来了, 对不起, 大家久等了, 不过样品还不错, 看一下, 来看看, 真好, 金志秀, 你可真棒啊, 不过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总裁说过, 竞标不成问题的, 现在就剩下表演了, 芝秀, 放心吧, 我们肯定胜利的, 我们的产品就要长出翅膀飞向世界了, 我快要发疯了, 你很高兴吧, 自己设计的作品向全世界展出, 要不我们给自己加油你说怎么样, 等到准备服装秀, 可能就一点时间都没有了, 会有时间的, 来, 我们一起来, 123, 加油, 我们公司的设计是非常精炼的, 强调的是纯洁性, 沙昂 fashion is pursuing clear and sophisticated design, especially with emphasis on simplestness, 衣料很软, 不会出现皱纹, the fabric is famous for softness and wrinkliness, 其他公司羡慕的是我们优质的面料, 希望曼斯丁公司多多考虑, 曼斯丁公司多多考虑, 请多关照, 总裁, 说吧, 请您现在不要想别的, 程总, 您可别溜浩啊, 下面轮到您讲话了, 那我总共和President of Sound Fashion will speak, 我们私运公司, 是目前中国国内一家最大的服饰加工企业, 而且, 我们引进了亚洲顶尖级的服装设计师, 担任我们的设计顾问, 我们还从意大利, 引进了目前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 而且在汉城, 我们还有坚实的生产基地, 摩托们快来了, 表演前, 应该让他们试穿一下, 先收拾一下这里, 然后把摩托的衣服脱下来给我, 快点啊, 好的, 我们弗林公司, 是经常和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师, 进行交流的一个国际性的公司, 我们弗林公司, 汇集了韩国新一代最有潜力的年轻设计师, 所以, 我们弗林公司, 能够把握制作环节的质量, 能够和跨国际的时装界进行交流, 所以我们弗林公司的前景, 比各位预计的还要好, 过一会儿, 我希望大家, 能够给予福林公司有力的支持, 来来来来, 好, 这儿, 要这样别一下, 看好了, 别果然偎 sabe какую喧告这个, 你的能够? 小鸣 你可告诉他们, 现在可以开始了, 神明, 不想搭 我们也搭 我们这次 我们也定了 还好呢 我们将退出此次曼斯丁竞标 我正式宣布 作为福林公司韩国分公司的股东 我们将退出竞标 他已经退出竞标 变开就要赢了 这下我们有机会了 我们也退出竞标 他们俩也退出竞标 他们俩也退出竞标 是不是要退出竞标的了 好了 安排大家休息 是 洪总裁 洪总裁 请您等一下 一定搞错了 表演怎么被取消了 我们 我们公司怎么会停业呢 怎么会这样的洪总裁 这件事 太不可思议了 知兄 对不起 洪总裁 我该怎么办呢 好 走菜 好 走菜 好 走菜 好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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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二位表现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我绝对不会实验的 眼尾定 谢谢程总裁的夸奖 是 若现成总裁 又想去哪儿 去哪儿都比在里面强 人人都戴着假面具 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 我就知道是这样 对了 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是什么 你怎么会被拘留的 你是说警察局 你又帅气 又会讨女孩子喜欢 怎么会搞成这样 他太过分了 他简直就是个男人婆 还有 我用韩语跟他问好 我说 他竟然打我 什么 你说了 所以他打了你对吗 对 对啊 就是这句话 他怎么能那么野蛮 你怎么能对第一次见面的女孩说这种话 怎么了 我成家心跟他说这种话 他转什么 还好他还有一点姿色 还算漂亮 就算他漂亮他也不能动粗 气死我了 那你真是活该了 你这什么意思 对了 你跟谁学的这句话 慧琪教我的 是这样 那就不作为怪了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肯定是慧琪把我给骗了 是不是 那倒没有 反正你对女孩子嘛 这种话别乱说 有问题吗 知秀啊 你最辛苦了 别气馁 你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就是这座楼 这次你得帮我了 汉城我不熟 我要是熟的话 我就不找你了 虽然你态度不够诚恳 但我还是会帮你的 毕竟找女朋友是件大事 什么女朋友 我对她根本就没有兴趣 我是找不回自己的尊严 快去 去 去 好 去啊 好 请问 好 对不起 失礼了 您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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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我没空和你这个变态狂浪费时间 你给我站住 你好 好 喂 喂 喂 好了 我一直想念 是 睡 对不起 拍摄 请问哪位 是我 金凶 妈妈 我回来了 金凶回来了 妈妈 我饿了 我要吃饭 好好好 你等等 来 快吃吧 好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要告诉你们 我真有男朋友了 我这个做姐姐的还是单身的 到这么早就谈恋爱了 无所谓 反正我不需要什么男朋友 妈妈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满足了 我非常满足 至秀 真的 我不要什么男朋友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谈恋爱太浪费时间了 至秀 我说 出了什么事情 没关系 跟妈妈说说吧 说说吧 至秀 我 妈妈 我真的很想努力工作 希望人们都能穿上我设计的服装 我 特别想让妈妈得到幸福 好女儿 别哭了 妈妈现在就很幸福 别哭了 听话 听话 妈妈为我受了那么多的苦 要是没有我 要是没有我 妈妈那么漂亮 也会结婚的 别人也不会骂你是未婚妈妈了 妈 没关系 更难听的也有 不过只要有我们智秀在 我就总想开心的笑 我没关系 好了 这样吧 妈妈过生日明天 把你的好朋友都叫过来 你们好好的玩一玩 妈妈给你们做很多很多好吃的 好吗 这样 你把慧琪也叫上 智秀 你要坚强一点 我的女儿是最优秀的 好了 妈妈相信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看你结婚是没希望了 腿被踢过鼻子又破了 怎么看都不像个男人 你别开我玩笑了 就把你的终身大事拜托给他好了 你没完没了了 走吧 我请客 那里有什么好忍心的消息呢 什么 就是那个女孩子 她好像是福林的设计师 真的 现在就去 你们要去哪里 你们开始谈恋爱了吗 胡说什么 我们要去喝酒 慧琪要是没有别的事情 请就一起去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江总监今天格外热情啊 凡事总会有例外的 既然这么说 那我就和你们一起去吧 今天你就别去了 我跟江县有些事要商量 改天请你吃法国大餐怎么样 好啊 不过明天要去我的学妹家吃晚饭的 你不是说想吃寒餐吗 嗯 是啊 味道比买得好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还好吗 知秀 知秀 这个办公室就真的不存在了吗 对 我们不能这样放弃 不能这样放弃啊 知秀 这点挫折 既不夸我 也既不夸我福林公司 我们中国的福林公司 大得很 韩国的福林公司 只是中国公司的一小部分 你说呢 你说什么 知秀啊 中国的市场更广阔 你们完全可以在那里发挥才能 我想把你 包括 你们大家 愿意去中国的人 都带到中国去 我们在那里发展 很感谢你 可是我不能 知秀 先别着急下结论 你先仔细考虑一下 非常感谢 我不想和妈妈分开 知秀 我会给你很好的待遇 你妈妈也会支持你的 对不起 事实上 是我太依赖妈妈了 我实在是不想和妈妈分开 吴经理 总裁 来 知秀 这是我们总公司 给你的聘书 希望你到中国发展 你好好想一想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了 嘉欣 嘉欣 来 坐在那里 有点 什么咱们 多广告 你们 给你的情人 我找到负围 我找到负围 去摇围 不是吗 你 给你的 contest 你 是吗 怎么在韩国找个地方这么难啊 你别着急啊 找一个人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对不起 这位老大爷 您听过这个名字吗 是住那儿 房子已经拆了很久了 是吗 那么到警察署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可以吧 那可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老大爷 到那边看看 怎么还找不到啊 你累了 你不累吗 再坚持一下吧 好像是这里 您好 祝您生日快乐 慧琪 你来了 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 你直接来就行了 还带什么礼物啊 珍秀 雪姐 这是给你的 你来了 来 快坐吧 来 坐下 你坐着啊 好 好了 我去把其他的拿过来 珍秀 你怎么准备这么多菜啊 不是这儿 她到底住什么鬼地方啊 别着急嘛 俗话说心诚则领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那个女孩 这么说你真的喜欢上她了 我喜欢她 我说你也真是够变态的 被人家收拾了还这么紧锥不舍的 妈妈 快吹蜡烛吧 好 太好了 谢谢 对了 妈妈 妈妈 给您 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 希望您能喜欢 乖女儿 真孝顺啊 我都嫉妒你了 我为了买这个做了很大的努力呢 好 志秀 妈妈戴这个好看吗 怎么样 合适吗 志秀 这项链真漂亮 一定很贵吧 不是 不过妈妈特别喜欢 其实没有那么贵 我们志秀从来都是想得很周到 志秀啊 以后别再乱花钱了 这个我会好好收着的 喂 你好 我是程庆雄 在我们以前约定的茶馆见面好吗 不行 我不能出去 我在来等你 请不要等了 谁啊 谁要和你见面 没有 拜拜 是慧琪 还是去她那儿吧 那个野蛮女孩好像跟你没缘分 胡说什么 好 就算我胡说了 我去慧琪那儿 一起去 你知道怎么走吗 她给我画了一个地图 让我自己去找 她说要请我吃韩国菜 家庭装的那种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我想你肯定会喜欢的 妈妈不去不行吗 现在这是好玩的时候 见下面后马上就回来 好吧 马上回来 好 我 changer我 你可遇到的 你为了 你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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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